這個波比選出來就是防止自己隊友太難受了 上波 感覺Q3回來要單殺了 單殺了上波 哇 這個盾這麼好 這Q3中了掉吧 中了 死了 卧槽 這麼弱 波比來得很及時啊 無敵到底是什麼技能啊 這兩個盾 盾得得有400吧 肉的 我都看傻了 肉的 小虎這裡在幹嘛 小虎在 是F6 這樣子流星鎖要倒了 小虎踢下來 閃現奈特帶沒用啊 小虎來下路被推過去 RA打得很果斷啊 敲掉一個輔助 然後小虎 踢下來也不理他了 殺一個AD走了 打人真正痛啊 AA 阿薩姆打人殘血 阿薩姆要被殺了 雷迪直接互換 這波Light好在走位 移速夠快啊 把弄箱Q扭掉了 不然應該是要嘎了 來了 知道你波比沒閃 這一波納妹直接閃走賣波比 波比 波比一個RR走 奎桑提來了 小虎 R閃很帥 自己應該也要死 沙皇這裡有閃有大了 小虎還在輸出 ZDZ這裡無敵跟奎桑提完全不是一個戰力的 Q3空了 那無敵也能收一個 無敵還在輸出 還行 兩邊上單都是有進場收割能力 這裡小虎還在操作 厄斐來了Q3Q3的小虎 但是流星的這個Q很關鍵 不過小虎還是衝進去殺了 而且這裡無敵人跟沙皇的進場又是殺掉Ud2 這一波感覺有點崩了微波機 奎桑提呀 這就是奎桑提 兩邊上單專門一波一樣 但是奎桑提的戰力絕對是兩個Ud2啊 大集團啊 哇 奎桑一個Q加AA把趙姓跟厄斐都打著半弦 厄斐這麼沒閃的 被流到 流去都在正面 阿薩姆一套被流 厄斐反秒 怪怪 這一波厄斐流子的傷害絕對是 讓奎桑這裡沒有想到啊 已經沒得跑的Night回頭把奎桑秒掉了 操作已經拉滿了 行 那就叫他AD體制起 把AD秒掉 唉 這裡中路開到厄斐 納美一個氣泡沒中 這裡小徐感覺好像跑不掉了 不對 小徐跑得掉 小浩被堆在牆上 厄斐的傷害拉滿了 這一個平A能A掉小徐嗎 但是厄斐 被沙皇打出了閃現啊 這波RA的團戰配合 唉 不對 沿途到了 這波微波機拉扯成功了 那每一個R 打斷一下微波機的人 大龍要抓掉了 炎卷直接開大招過來 唉 炎卷Q到了這個大龍 R翻的致命師 哇那有 炎卷在空中的一個Q把大龍搶下來了 天選也是唯一 這就是微波機 經濟馬上要反超了 這條龍的話可能要靠搶了 而現在這個陣型只能打到這個 丟點 沙皇來到正面 沙皇 沙皇被挑起來 要被秒了 沒有被秒 但是ZDZ這波可能要死了 波比一個大招把後排三個人全打飛了 小浩這裡走位扭掉了小徐的Q3 但是小浩好像跑不掉 沒有人打得動這個虧搶體 這條龍微波機拿下來 當然打團打不過啊 你別說這波比大招每一波都很關鍵啊 這一波又是大三個 繼續開大龍RA這裡 因為中路沒有限權了 沙皇有閃 微波機這裡 只有照星沒閃 Q3會 這隻小浩是半血 沙皇跟路線的傷害配合在一起也很多啊 耐在這裡空血了 所有技能全打出來了 這波微波機怎麼輸啊 小浩也沒閃的 大龍3000應該要落掉了 小虛鬼讓你站在前面打不動 大龍先是爽 微波機也不想走了 到底什麼意思啊 微波機 這波要打到底 好像還不錯 小虎的傷害配合 F1把對面的波比秒了 還要繼續追 盐缺下来牛沙皇 沙皇有位移跑掉 而这边要撤 沙皇这里好像不想走了 那沙皇应该要被秒了 一个推 也是没办法了 这一波后续微波机还能往前拱啊 骑过来的一个乌蒂尔 落地以后跑得好快 RE好像不知道沙皇的位置的 沙皇弄了 正面阿萨姆被留住了 阿萨姆可能要被留死 奶油也被厄斐逮到 厄斐留死还有一个闪现 闪到农坑配合队友一起 这波微波机团战应该又是赢了 哇现在RE打团 打不赢微波机啊 小伙踢到中路 留人直接闪现逃跑 留住了没有 好像没有但照性还能留 沿途到小虎 微波机这里好像要一波了 打团打不过呀 RE这里 但有一说一现在打到这个时间点的话 恶斐确实比独仙要强太多了 这一波RE能不能数下来 10秒的一个波比 冰线的话是没有 没有大龙buff加成的 冰线没了 直接A塔 微波机这里 先打人 什么情况 还在输出A塔 塔A掉了 还差一下 RE Q3Q3到这里 照性 那照性有大厄斐 还在往前拱 厄斐厄斐 穿穿穿 乃斐这里的伤害 拉满了 乃斐还在往前拱 一波了 微波机 噢呦 饿飞流丝啊 打到后期还是强啊 微波机有惊无险啊 大弹 要打闪了 小虎闪现要没了 哎哟 被秀了呀 好准啊 死定了 还有一手惨 敢戳过来吗 下午先来了 但是最多打一个 奶油的闪现 再敲一下鸡飞了 哎 闪不掉了 这样 打了个一换一 还行 是发现了 瑞尔吗 哎 小虎路了 交个闪 闪着你 直接开小虎 小虎 小虎位移戒了一段 一个大打两个 但是这里很肉啊 小虎 感觉 沙皇也是孤立 无缘了 有点崩了 沿途回来纳美 或许伤害应该是不够的 纳美闪现没有 哎哟 杀了三个吗 这波好像有点爆炸了 纳美RQ 或许沙皇 有大 但是被赵姓 直接闪现起点 沙皇真的要被boss了 没爆掉 涅打打回头 一个大招 努心还没输出啊 瑞尔又只能卖自己了 RA这个阵容就是 没占力啊 你看他们下路 跟中路完全没占力 所以如果说 上路要补个蓝 我哟 下路啊 RA重要来逮小虎 小虎没闪 沙皇在猛戳 应该是能杀掉的 瑞尔还是很肉的 扛塔随便扛的 忍不了了赶紧打 受不了了 卡尼萨一个人在打大龙啊 看一下奈特 这里是要打到底 还是过来啊 应该是要 来了吧 没有 他是要打到底 打了一会儿 发现打不了了 卡尼萨不在 博比闪现 散现敲飞一个 小豪闪现 躲了 博比的 小豪三千 却下来 叶赖塔 大招差一点 那没 吸住 小豪被秒了 瑞尔拿到了 大龙 RA这波 在后续打成 阿萨不被 回桑里 Q3回来 游戏从闪现 Q打了两个闪现 小虎和Lite 疯狂输出 收掉了这边的 博比 这你的话 真还行啊 已经是没有办法的 办法了 龙拿下来了 但是后续打架 确实战地差的太多了 万一脸上 中 眼圈 R 到中国 现在只是被平A的两下 血条就见底了 这里逮到了一个 波比 波比被打的 大刀大刀 赶紧要被拔毛拔掉了 一点护 顿 能跑吗 跑不掉 这里后续伤害 完全是 没有办法继续跟上啊 RA这边感觉要 被一波吧 真要被一波吧 WG这里怎么选择 中路推掉 再推下路高地吗 没有 WG稳了一手 走了 WG开大龙 RA这里 大龙完全没有视野了 只能慢慢探 但是应该是知道了 你是在打大龙的 天圈一个大刀 封路 牛圈从JR 想突脸 卡丽瑟大招就一手 正面的话 阿萨姆这也被秒了 赵西一个人捅进去 配合奎藏 你还在切入后排 那么也得死 杀王也被切 两边杀 还不成正比 到最后这个赵西还没死 还在捅 赵西会死吗 死不掉 换5的团战 恭喜微博G2比0带走了 这边的RA 恭喜微博给 这一盘就是一个前期优势 直接运营到游戏结束 上盘的话 就是打了一个翻盘 优势局 烈势局都会玩 小虎告诉你们 谁才